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7月26号在汤家发表的涉华言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没有兴趣跟任何国家比拼影响力 或者是谋求所谓的地缘存在 或者势力范围 太平洋岛国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太平洋岛国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 中国也没有兴趣跟任何国家比拼影响力 或者是谋求所谓的地缘存在 或者势力范围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真心实意地 帮助太平洋岛国发展 帮助有关国家实现发展和稳定 毛宁在回应中强调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 不附加任何的政治条件 也得到了太平洋岛国政府 和民众的欢迎和认可 总台阳市记者 北京报道